北京故宫又名紫禁城 很多人去过 这里曾经是最高皇权的象征 明清两代先后有24位皇女 从这里发布招令治的印象 而世人眼中这里的肃穆神圣 威延绝对是全中国最神秘的 不过事实绝非这么简单 这里曾经发生过很多奇怪事 咱们没法想象 但是每一件都绝对让人瞠目结舌 接下来咱们就扒一把紫禁城里的那些暗藏的秘密 宏宇估计今天这第一件您就不会信 这话您要不信 咱们就先回到540年前 540年前 谁是紫禁城的主人 明献宗朱建深 当时既没内忧也没外患 称得上是国泰民案 那么按说天下太平他本该开心 但是那段时间 他就愁眉苦脸 整天他就干一件事 叹气 为啥呢 朱建深登基11年 人都快30了 却始终没有儿子 那您说他能不愁吗 自古有言 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 更何况他有没有儿子 这可是关系到皇家血脉的大事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难道这朱建深 他生里有问题 不是 本来啊 他是有儿子的 还不止一个 第一个呢 是万贵妃啊 给他生的这个皇长子 不过呢 可惜 还没来得及去名字 就夭折了 第二个 是百贤妃神 起初呢 这个还挺好 孩子呢 两岁那年 朱建深呢 还把这个儿子呢 封了太子 可是呢 没想到 封完太子的第二年正月 太子暴毙 突然就死了 怎么死的呢 不知道 查不出原因 反正啊 头天呢 他还活蹦乱跳呢 第二天呢 人就没了 很气息 可您不知道 还有更蹊跷 什么呢 打那以后啊 不怕皇帝老婆多 只要有怀孕的 不出两个月 必定滑胎流产 御医保胎 他也没用 奇怪吧 那您说一个两个这样 那还能理解 可个个如此 这皇帝他能不愁吗 这要断了香火呢 怎么见朱家的列祖列宗呢 哎 这就是朱建深 他犯愁的原因 但是呢 就在这当口啊 一件让他难以置信的事 发生 那天 太监张敏 给他梳头 梳着梳着呢 这个朱建深呢 他又太上气了 说哎 朕都老了 怎么就没个儿子呢 本来啊 你要换个别人 那也都习惯了 因为那些年呢 他说的最多的 他就是这句话 可是他不曾想 那天的话音刚落 梳头的太监张敏 却突然跪到了他的面前 说奴才死罪 奴才死罪 其实皇上啊 您有儿子 已经六岁了 哎 就是这一幕 您会信吗 皇上有儿子 还六岁了 当爹的不知道 反倒太监是一清二楚 这怎么可能呢 可是呢 更怪的 那还在后面 当时呢 朱建深一听啊 以为这张敏啊 他只是想宽慰一下自己 随口呢 他就问了句 这有儿子 在哪呢 这张敏回答 就在皇宫里 悬了吗 平心而论 这皇上有儿子 自己却不知道的 你说这有可能吗 有 比如这清朝的乾隆 啊 风流 经常在宫外拨种 拨完种呢 他就走了 啊 这种子发明发芽 他真未必知道 这还珠格格里面 有个福康安 历史上是真有欺人 据说啊 那就是他在外面的四生子 但是呢 这太监张敏 他怎么说的呀 皇子就在皇宫里 这就完全不同了 为啥呀 首先 皇宫里的皇子 这生母的肯定是宫里的人 要么嫔妃 要么公女 天天他都在这里 那被皇上宠信过 这肚子有没有反应 他能不知道吗 其次 就算皇帝忙 生活乱 信过谁 那他也不记得 可他想要儿子 这却是谁都知道的 能给他生儿子 那是手工啊 少不了荣华富贵啊 那您说在宫里 有谁会放着富贵不要 而隐瞒六年 第三 怀了龙肿 你生了皇子 却不报告 这是什么行为 欺君 死罪 你放着荣华富贵不要 偏要自己找死 那谁会这么傻呀 再说关键呢 一个六岁的孩子 那可不是小物件 这是个活生生的人 而且皇宫多大呢 说难听点 不也就百多间房子 屁大的地儿吗 那么多的公女太监 就没人发现 没人报告 对吧 只要稍微想一下 这都解释不通 朱建森不少 对张敏的话 他当然不信 可没想到 他一看皇帝不信 这张敏 他是磕头如捣蒜 一边磕呢 还一边哭 皇上 这事啊 千真万确 您一定要信奴才 您说奇怪吧 他还一再坚持 您说这事大了吧 为啥呢 按照大明皇室规定 宫中女人 但凡怀了龙肿 那都得先行查验 核对时间 就是跟皇帝宠幸的时间 他对不对得上 这叫艳名正身 一旦对上 那生下来之后 必须到这宗人府登记 发放正式的身份证明 啊 这才算是正宗的皇家血脉 那不用说呀 张敏说的这个皇子 那皇帝都不知道 那更别说这宗人府登记了 没登记 他就没身份 那这个皇子该算什么身份呢 只能算黑户 私生子 可您听过 有皇帝在皇宫里面 生着私生子的这事吗 千古其文 没有过 还有 紫禁城 戒备森严 就多养一只猫 那都必须登记在岸 可现在他竟然多了个人 多的呢 还是个皇子 而且呢 还多了六年 竟然都没人报告 你说这可能吗 可问题是 看张敏这架势 他又不像闹着玩 再说了 跟皇帝开这样的玩笑 他有几个闹来 朱建生呢 他有点好奇了 接着呢 他就问了 孩子是谁生的呀 您猜怎么着 张敏说了一个人名 朱建生听后 当时就是一证 他有点心了 怎么呢 话说 成化元年呢 也就是朱建生 登记的第一年 当时呢 广西呢 发生过一次姚明起义 那次戏呢 规模不大 很快呢 就被明军呢 阵压了 那为了惩罚这些叛匪 这是当时呢 官方的惩罚啊 大量战俘呢 他就被压到了北京 干嘛呢 充当官奴 哎 其中呢 有个小女子 她姓季 进宫呢 就当了下人 管事呢 她就发现呢 说这季氏啊 她不仅人乖巧 她还认字 哎 于是呢 就让她到了内藏库 那内藏库 在这个什么地方呢 哎 就是皇帝 存放私人收藏品的 这个库房 纪氏的任务呢 那就是管理藏品 她挺用心 担担的不错 而就是这用心 哎 巧了 有一天呢 朱健身心血来潮 这就是穿这个内藏库来 起初呢 她并没在意纪氏 但是呢 问到几件藏品的时候呢 朱健身发现 说这纪氏啊 她不仅对答如流 对很多东西呢 还能说出个一二三 挺有见地 这朱健身呢 挺喜欢 再仔细一打量 呦 长得呢 还挺不错 哎 一时高兴 别 哈哈 你懂的啊 这张品说的啊 那就是这个纪氏 这时呢 朱健身 她也想起来了 说哎呀 当年呢 却有那么回事 时间呢 差不多 呦 说难道这孩子 真是内悔留下的 朱健身呢 她有点心了 不过呢 有一点她不明白 说朕想要儿子 这谁都知道啊 那为什么 既是生了这个儿子 她却不告诉朕呢 林菜怎么着 她这一问 哎 却问出了一个 大明皇宫里 一个惊天的秘密 什么秘密呢 之前呢 咱们说了啊 自打太子报王 皇宫里面便出了一件怪事 那就是不管嫔妃宫女儿 她只要怀孕 一定会滑胎流产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背后的秘密 说法呢 真是让人毛骨悚 不敢信 为啥呢 只要宫中的女人受宠还孕 那一定会有人送来一碗汤药 你必须喝 而这个药 却是堕胎药 堕胎药 这些女人 她怀的那可都是龙肿啊 逼她们喝堕胎药 这不等于让皇帝绝后吗 这还得了啊 朱健身她肯定要大发雷霆 严惩这个心肠歹毒的人呢 这会儿您肯定是这么想 对吧 别说皇帝了 就换普通人 有人能这样害你 那你也不会善罢甘休 好了 再说朱健身 当时呢 一听张敏这么说呀 他活了 蹦的他就站了起来 说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呢 告诉您 接下来的一幕啊 您又不敢相信了 为啥呢 当太监张敏 战战兢兢 说出那个人名的时候 这朱健身呢 只轻轻的 嗷了一声 立马他就坐回了椅子上 捏了 这个恶毒之人 究竟是谁 为何听到他的名字 皇帝会有离奇反应 这个人和朱健身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纠葛 将其卫视经典团奇 正在为您解密 张杰说道 对于他已经张敏的告发 朱健身的反应呢 很反常 先是很气愤 可当听到那个人的名字时呢 态度啊 他确实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您说奇怪吧 有人让他绝后 他竟然没脾气 那么 那个让他绝后的恶毒之人 究竟是谁呢 告诉你 这个人的就是当年为朱健身生下皇长子的万贵妃 名史里啊 又记载 万贵妃 专宠而渡 后宫 有身者 皆致使舵 就是他 逼着那些怀孕的公妃 可躲台 妖大 告诉你啊 不仅这件事呢 千真万确 就朱健身知道这件事之后的反应 那也是真的 别说严惩万贵妃了 之后呢 他问都没再问过这事了 想不通吧 那你肯定要问了 说这个万贵妃 他是什么人呢 他为什么会这么恶毒呢 竟然想让皇帝绝号啊 而且朱健身 他为什么不追究啊 甚至连问他都不问呢 哎 这里啊 咱们又得从头说 万贵妃啊 他原名万贞尔 草根出身 没读过什么书 四岁那年呢 因为他爹犯事 万贞尔呢 受连累 进宫呢 他也成了官奴 不过呢 要说的是 虽是官奴 可这个万贞尔啊 他注定他不简单 怎么呢 长大后的万贞尔啊 他不仅漂亮 还很乖巧 太后呢 很喜欢 结果呢 有一天 他领到了一项重要任务 什么呢 去照顾两岁的皇太子 那就是朱建身 哎 这可不是一般的人 啊 你要知道 太子 那是将来的皇帝 你把他照顾好了 那将来吃香的 喝辣的 那还不是酒菜啊 主要 当时呢 朱建身多大呢 两岁 万贞尔他多大呢 已经快二十了 俩人相差呢 近十八岁 那你肯定好奇了 这俩人这年龄 相差这么大 这万贞尔 他怎么后来又成了 朱建身的贵妃呢 哎 这个嘛 就不得不说 造化弄人了 怎么呢 朱建身呢 虽然两岁 他就当太子 可他的童年呢 却是相当坎坷 为啥呢 因为被封太子 没多久 发生了一件大事 土木堡之变 这您肯定听过 当时呢 朱建身的爹 明英宗 朱祁镇 被他已经唆使了 御驾轻征 结果呢 在土木堡呢 被这个瓦剌人呢 服务了 结果呢 朱建身的叔叔 朱祁玉 他就接了位 那朱建身的命运呢 由此是极短直线 我也知道 叔叔自己可以有儿子 太子呢 当然要换人了 很快 一到圣旨 朱建身 他就成了废太子 命苦吧 本来是地位接班人 因为他爹逞能 他却遭了殃 当然 当不当太子 对于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来说呢 其实没什么概念 要命的 那是生活 你像以前 身为太子 那可以说要啥有啥呀 可成了废太子呢 你别说吃好的了 能吃饱饭 那就谢天谢地了 这样的日子呢 从两岁到十岁 朱建身呢 整整过了八年 除了吃不饱 受人白眼 成天呢 还得提心吊胆 为啥 自古以来 废太子呢 都没什么好笑 搞不好哪天 那就可能被人弄死 你说这样的环境 对孩子最大的影响 在哪呢 心里 用如今的话说 这朱建身 他就落下了心理创伤 严重缺乏安全感 但是呢 你必须得说一下 在这八年里啊 万真而哀 确实够意思 对朱建身呢 他是不离不弃 说当姐姐也好 说当妈妈也行 天天照顾他 有啥事 他都冲在前面 慢慢的 朱建身 他就离不开他 只要有他在 那就安全 明白了吗 这是典型的 恋母行李 这段往事 那是很多人不知道的 不过呢 再后面的事 那您可能就知道了 就是朱建身的叔叔 朱七玉 这朱七玉呢 虽说捡了一个便宜 当了皇帝 可不曾想 他也是个倒霉的主 不仅他的太子 很快夭折 他自己本人呢 那也是年纪轻轻 他就得了重病 一病不起 结果呢 早年接回来 被幽禁在南宫的明英宗啊 就是朱建身他爹 成绩就发动夺门之变 赴了位 朱建身呢 也跟着又成了太子了 那万真儿什么时候成为万贵妃的呢 朱建身太子啊 复位八年后顺利接位 谁也没想到 他上台之后干的第一件事 那就是要纳万真儿为妃 这里呢 必须得说一下 这件事啊 的确史上少有 怎么呢 当时呢 朱建身多大呀 18岁 万真儿他多大呀 都快36了 你要知道 那时候的女人可不像现在呀 现在30多岁的女人 那很多看起来 那还跟小姑娘一样 而那个时候 这个年龄的女人 那很多都做奶奶了 要命吧 当时太后那个哭啊 说你要找什么样的女人不行 为什么偏要那个 比你大这么多的女人为妃呢 但是没有打小怕事的朱建身呢 这回啊 他有主见的很 非许不合 这恐怕呢 就是爱情的魔力啊 就这样 在他的坚持下 这对相差18岁的这个姐弟恋 忠诚正果 被写进了历史记录 那您要问了 既然他们的爱情这么感人 那万贵妃 他又为什么要让老公绝后呢 这个说起来其实也不复乏 首先这对相差18岁的姐弟恋 故事虽说感人 可现实呢 却又很无感 毕竟这么大年纪 你转眼就人老朱黄 可这老公年轻 身边呢 他又不缺漂亮女人 那谁能保证他 不一情别恋呢 对于这一点呢 万贵妃啊 一直他是没有安全感的 那怎么办呢 要想不被老公抛弃 在皇宫离婚 那当然还有一条路 那就是慕平子归 起初呢 万贵妃走的啊 就是这条路 嫁给朱建深一年后 他很顺利的就生了个儿子 还是皇长子 可他没想到 这个儿子他竟然夭折 那再生一个呢 哎麻烦了 所以说呢 他又是条理 又是进补 他用了很多办法 可就是怀不上 毕竟快40的人了 这史学家分析啊 说应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万贵妃的这个心理啊 他就出现了变态 所以呢 他在宫中就安插了很多眼线 一旦有嫔妃还孕 他马上就派人送药 他去逼人家堕胎 哎 我没儿子 你们也别想要 这应该就是他逼那些 公妃堕胎的动机 争宠 那您要问了 说他让喝就喝 那不喝那不就行了 哎 道夫 还真不行 为啥呢 哎 说一件事啊 您就明白了 那时万贵儿成为妃子没多久 因为皇上宠爱 他非常嚣张 谁都不放在眼里 就连朱建森的正宫老婆 皇后他也不例外 终于有一天 皇后是忍无可忍的发飙了 长了万贞儿戏个嘴巴 哎 这个按说就身份 后宫 你除了太后 那就是皇后的 这皇后长妃子的嘴 你别说有理 就没理 他也不是个事 可谁也没想到 这次的结果 却完全不一样 怎么呢 万贵妃挨打 朱建森很生气 一到圣旨 直接把皇后给废了 那您说 皇后都这么个下场 那谁还敢惹这万贵妃呢 别说堕胎了 他就是要你的命 你也得认 好 那现在该说这问题了 那既然所有怀孕的妃子 都逃不过堕胎的命运 那那个济氏 一个没权没势的小宫女 他怎么可能躲过 万贵妃的魔掌呢 其次呢 这是哪 皇宫 皇宫他历来戒备三言 而这孩子几岁呀 六岁 六年来 难道就没人发现 孩子的存在吗 那如果有人发现 那这孩子 他又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一切呢 当时对朱建森来说呀 他都是不可思议的谜 那么张敏说的这个孩子 真的会是朱建森的儿子吗 朱皇帝心中的谜团 他又该怎样解开呢 事件迷雾重口 朱建森会做出怎样的判断 太监所说究竟是真是假 在戒备森严的皇宫里 究竟发生过怎样不为人知 却让人感动不已的真实一幕 江西卫视经典团企 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 明显从朱建森 正在为没有儿子发愁 太监张敏呢 却突然告诉他 说其实啊 他有儿子 还六岁了 那么这个已经六岁 皇帝却不知道的孩子 真的会是朱建森的儿子吗 朱建森决定 亲自见一见这个孩子 那天呢 孩子呢 被接来了 当孩子到朱建森跟前的时候啊 据说当时啊 这朱建森 嘣的一下 这眼睛就红了 眼泪他止不住的 刷刷的直流啊 他忍不住一下子 就把孩子抱在了怀里 抚摸了很久 说 是我的儿子 像我 卓阳 凭第一眼 朱建森就能断定 这是他儿子 他都不用验DNA 为什么呢 一般人他觉得不可思议 但红雨呢 告诉你 这里面呢 确实有玄机 玄机在哪呢 不光是长相 先查一下 这个孩子呢 后来被取名 朱又称 最关键在于啊 据说那这朱又称啊 当时看人的眼神 跟当年朱建森 看到陌生人的这眼神啊 那是一模一样 还记得吧 朱建森六岁时 他这个啥情况啊 废太子啊 成天提心吊胆嘛 诶 朱建森当年 他也是这眼神 这也算是 他们父子心灵相通吧 啊 好 问题来了 那既然这个孩子 真是朱建森的儿子 那当年 万贵妃在宫里遍布眼线 难道他就没有发现 济世怀孕 这济世 他是如何躲过 万贵妃的眼界 最后他又是 怎么剩下的朱又称 并且把他 抚养长大的 哎 这个呀 那要说起来 确实让人感慨 怎么呢 当年的朱建森 林姓济世啊 他纯说偶来 皇帝本人呢 他也没放在心上 但是呢 这并没有瞒过万贵妃 发现济世怀孕 万贵妃呢 立马他就派了一个婢女 他送药呢 去给这个济世做胎 可是呢 不知道这济世 跟那个婢女啊 他说了什么 那个婢女呢 竟然背叛了万贵妃 回去后说呀 说搞错了 济世啊 并没有怀孕 而是得了一种 肚子胀的这个怪病 就这样 朱又称 他在娘肚子里面 他就躲过了 人生的第一场劫难 那么 你说这济世 他又是怎么躲过 万贵妃的耳目 最后成功的 把这儿子 给生下来的呢 这就得感谢 这明朝内宫的 这个公规制度 按明宫史记载啊 在紫禁城西院 他有个洋房家道 也就是今天 中南海后门的 这个养风家道 他有一个很特别的地 名叫安乐堂 干嘛用的呢 专门用来处置老了病了 或者是有罪的工人 那么按照公规啊 这济世 他就被发配到 这个安乐堂里面等死 这地方 他就是一个冷宫 平时呢 根本没人来 结果呢 在这里 济世呢 成功的度过了孕期 偷偷生下了儿子 那么这儿子生下来了 他为什么不告诉皇帝呢 这个原因呢 恐怕呢 就有点复杂了 首先 冷宫里的人呢 平时啊 他根本不得外出 虽说是在宫里 可想见皇帝啊 那势必登天 其次 这事呢 一旦让万贵妃 他知道 那势必会牵连其他人 那就比如那个送药的婢女 一位欺瞒主子 那肯定会死 这或许是这个济世 他不想看 再一个呢 那就是前车之鉴 还记得前面说过 这个百贤妃的儿子 两岁时被封为太子吗 那个太子怎么死的呀 暴毙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死的 那您说 太子 他尚且如此 那更何况 他只是一个下等宫女 他有什么能力 能够保护儿子万全呢 我想呢 不用问 任何一个母亲呢 在儿子面对荣华富贵 和长命百岁两相选择的时候 他肯定会毫不犹豫的 选择后者 那这些 应该就是朱建深 他不知道这个儿子存在的原因 当然 朱建深呢 他更不可能知道 他这个儿子 差一点 他也没了 怎么呢 在安乐堂 济世啊 他虽说是偷偷生下的儿子 但是呢 这个消息还是传到了万贵妃那里 这一次呢 震怒的万贵妃 派了一个亲信太监 让他去逆死姓生 那这个太监是谁呢 就是这个张敏 结果呢 这次万贵妃啊 他又失算 为啥呢 张敏呢 他赶到安乐堂 当他看到孩子 顿生怜悯之心 转念一想 皇上还没有孩子呢 为什么要弄死他呢 他当机立断 向万贵妃呢 谎称 说这孩子啊 没找到 不光谎报 这万贵妃呢 后来又派人搜寻 张敏呢 还帮着这济世呢 玩起了捉迷塘 躲过了万贵妃 一次又一次的插走 那么除了张敏 就没有其他人知道 这个孩子的存在吗 怎么可能 随着朱又称 他渐渐长大 那安乐堂知情的人 是越来越多 但是呢 很奇怪 却有相当感人的一幕呢 发生了 什么呢 暗场里 那些宫女太监呢 都是下等人 咱们看过很多的宫廷剧 这种人呢 想要出头 常用的手段 那就是出卖他人 到这个主子面前去邀宫 但是呢 奇怪的是 这些下等的宫女和太监 不仅没娶妖宫 告发这个济世 反倒冒着生命危险 一道同情和守护着 他们这个母子两 甚至他还用自己不多的财物 来帮着补育这个孩子 干人们 都说宫廷冷血 尔虞我诈 在这个明朝的皇宫里 竟然还上演过 这么感人的人 那正是有了这些 善良的宫女太监 才有了大明皇宫 私生子的这个传奇 有点温馨 却又实在是荒唐 不过啊 您别以为朱家父子见面 这事情他就结束了 您绝对想不到 荒唐的事情 还在上演 怎么呢 朱又称 重见天日 朱家父子团聚了 可是呢 仅仅一个月之后 辛苦六年的济世 竟然暴病而来 这还不算 没过多久 张敏 为保皇子立下手工的人 竟然 也吞金自杀 他们俩真的 一个是暴病而亡 一个是吞金自杀嘛 明史 他没有明确说 但很多人怀疑 这事呢 还是万贵妃他干的 可荒唐的是 这朱建深 他是不闻不问 不追究 却教儿子做了一件事 啥事呢 看着朱又成的表现 您就明白了 那天朱又成 他在这后宫 碰到了万贵妃 这万贵妃呢 想表现亲善 命人拿蛋糕 给这朱又成吃 不料呢 朱又成他不买账 说 我吃饱了 不想吃 拒绝了 万贵妃又说了 说那喝点水吧 就命人呢 倒了水 您猜怎么着 朱又成一看 实在没法推脱 干脆直说 不喝 我怕你在水中下毒 哎 明白谁教的吧 就是朱建深教的 他不追究万贵妃 却又让儿子呢 防着他 那这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情节呢 瞎不明白 不过呀 事情的结局 倒是让人 有点唏嘘 成华二十三年的一天呢 心理变态的万贵妃 暴打公毙时呢 因为怒急攻心 一口痰 堵住了气管 结果呢 一命呜呼 朱建深呢 同此抑郁 几个月后呢 他也死了 他们这段离奇的恋情呢 终于画上了句号 朱又成登基后 这个曾经躲藏在宫里的 私生子啊 因为少年时的苦难 一生啊 勤政宽和 为大明王朝 开创出了一个 崭新的信息 被史学家称为 红旨中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